哈喽,大家好,我是飞音 《传说对决》是一款热门的手机游戏 也是目前台湾市场上最受欢迎的MOBA游戏之一 自从2016年10月1日上市以来 这款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了许多玩家最喜爱的手机游戏之一 目前依然有不少人在持续游玩 也有不少相关的职业联赛 那么,为什么传说对决如此受欢迎呢? 以下是传说对决吸引人的五个原因 1.多样性的英雄角色 传说对决拥有超过百种不同的英雄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技能和玩法 这样让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不同的英雄进行游戏 例如,有些角色偏向于近战攻击 有些角色则擅长远程攻击 而其他角色则具有更多的辅助技能 如治疗和争议 2.流上的游戏体验 传说对决采用了Unity 3D引擎 并且在设计上注重了游戏的流上度 例如优化了游戏的网络连接和控制反应时间 让玩家能够更加轻松地进行游戏 享受游戏乐趣 3.紧张四季的游戏模式 传说对决拥有多种不同的游戏模式 例如5v5,3v3,1v1或是娱乐模式 每种模式都有不同的规则和要求 让玩家能够体验到不同的游戏乐趣 其中最流行的模式是5v5模式 这种模式需要玩家们分组对战 利用英雄的特点和战略来击败对方队伍 并夺取地图上的控制点 把主宝打倒即可获胜 4.优秀的社交体验 传说对决支持玩家之间的聊天和组队功能 这样让玩家能够和自己的朋友一起进行游戏 增加游戏的乐趣和互动性 也有不少人透过这个聊天室 在这里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此外 游戏还支持建立公会和参加公会站等社交活动 玩家可以在这些活动中 建立更强大的社交网络 并获得更多的游戏资源和奖励 5.精美的画面和音效 传说对决拥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和音效 这些元素能够吸引玩家的眼球 并让玩家更加投入到游戏中 游戏中的角色有各种不同的造型 地图也都设计得非常精美 让玩家可以享受到非常逼真的游戏体验 此外 游戏中的音效也非常出色 包括角色的语音和战斗的声音效果 这些音效能够增强游戏的氛围和真实感 让玩家更加投入到游戏中 总体来讲 传说对决不仅仅是一款娱乐游戏 它更是一个让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 体验到不同文化的交流平台 这款游戏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背景的玩家 在游戏中大家可以一起协作 互相竞争 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游戏体验 更是一种增进人际关系 了解不同文化的方式 在传说对决的游戏中 人们不仅可以放松心情 还可以通过游戏中的互动和交流 增进自己的人际网络和视野 这也正是传说对决成功的关键所在 我是飞音 我们下次见 拜拜